大家好我是兔妹 过年亲戚的嘴里你是什么货色 电话得来一年可能就是什么脸色 你可以没有钱 但是不能没有演技来维护你最后的尊严 必须用高情商的回答来对付低情商的问题 所以我们特意制作了三期过年期间 儒雅随和的亲戚沟通小技巧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和谐友善的春节 最好呢和气生财 而不是和财生气 希望你学会了而不是学费 前方欲景 方圆无理地的损全被我挖没了 第一招先发制人 在对方开口前先提问 让他无法可说 舅妈您那原油宝解套了吗 哎呀您真是把我吓死了 我就怕您想不开呀 上次那黄金的套解了才多久呀 您和我妈学学 酱油和股票就认准一个海天 这已经赚钱了说要给我买房子呢 第二招移花接木 把所有的矛盾转移到对方孩子身上 二叔表弟用你给他的首付 偷偷买了诺安 他不让我跟您说 第三招卑微求助 毕竟我的机器也知道 他不能帮我赚钱 大姨您问我找对象 您再借我20万买个特斯拉吧 我就有对象了 最近手头有点紧 妈您想我996赚的赏是吗 啥时候给我开后门 找个市场 钱多的工作呀 就靠您了 difficile Extreme 是不是 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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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